就说女主在这个房间里醒来了 看到了 其实这个房间呢 其实应该算是地下室 但是布置的还是很好的 那么女主当时就惊讶了 说你这样锁着我 你要干什么呢 你把我放开 Steve说不行 我做不到 然后女主就挣扎呀 喊啊哭啊 这就正常的表现嘛 然后Steve就过去狠狠地攥住他 一直让他平静掉 但是他说女主就特别不明白 他说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呢 你要干什么呢 然后Steve就阴森森地 一边喝着他的酒 一边就说 是这样 你放心 我不会杀掉你 因为我要做的是 我要把你的肉卖掉 哈斯威就说 你要做什么 我要卖掉你的肉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 他就喜欢人肉 然后还喜欢你的指甲呀 头发呀 所以我不会杀死你 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我的饭做得也很好吃 你也吃过我做的饭呢 我会好好照顾你 你的生活会非常的好 你不用担心 我会慢慢地养着你 然后就阴森森地一笑 很邪恶啊 这时候哈斯威就真的是绝望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知道没有手机信号 他当时打电话是没有通的 然后他现在又被关在这个地下室里 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他就喊 他说你不能这么对待我 但是Steve就很冷漠 这个时候你就看出 他真的冷血一面了 他再也不是那个温柔的 那个他的恋人了 他变了 然后他就微笑着 慢慢地就往外退出 他说那你就 自己好好地休息吧 然后哈斯威就非常无助 那时候然后呢 关到这个灯光也很幽暗 哈斯威就在这儿开始哭 就哭嘛 他喊呢 他说帮帮我敲墙 什么都没用 没有办法 是吧 他知道如果是按照这个Steve这种说法 那自己慢慢肯定还是死掉 你想一个人慢慢地切割掉 他还是死了 然后他想这个时候就突然听到 房间里响起一个声音说 哎 你平静下来吧 我劝你平静下来吧 没用的 这么哭是没用的 太惊讶了 这是谁呢 然后哈斯威就找这个声源 找找找找 找到了隔壁的 他听到是从墙壁的另一面 发出的这个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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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